杭州湖冰公园里 一处礼壁饮水的景观 再现了唐代饮水入城的工程 六景开造后 西湖水源源不断注入杭州城 供养着千家万户 因景城市 杭州也渐渐形成了 三面云山一面城的 城湖共生大格局 在礼壁饮水入城四十年之后 诗人白居易也沿着大运河 一路来到了杭州 那时的西湖很大却很浅 大旱之年湖水干涸 庄稼就会汗死 大雨之年湖水暴涨 良田又会被水淹 白居易修筑湖堤 将西湖一分为二 地内上湖 地外下湖 上湖溅水闸 需要使放水 既可防洪又可灌杆 同时开水上运输之便 北宋苏东坡再次输郡西湖 把清出的淤泥筑起长堤 长堤上栽种杨柳桃里 建筑小桥亭阁 后来成了著名的苏狄春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军起来